山西上的路是一家土地說新地住買走後 是來中心感慨後後 發現完喻的家庭道路 侵占到它的所有地 因此它是怕算在去衝浪的時候 要全部去讓住戶沒有路通行 因法強烈的發展抗議 希望新地住可以流出通路 方便住戶通行 山西上的路這片古墟已經被新地住買走 貼在旁邊 地住中心感慨後發現 原本的家庭道路也是包括在它的管理之內 怕算行件的時候起碗土地 不過率作成原本客這條路出一條旁 沒有路通通行 一體的抗議要求地住應該流出通路 我沒有路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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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路路那時候就走路 走到後面去 那時候說我如果走路 走到後面去 走到後面去 地住就走到後面去 走到後面去 我們就沒有路通過 我們就沒有路通過 這裡有很多地方 白天到我家裡走到後 看他要扶植人 如果要扶植人的時候 看他要怎麼去 我們沒有走 官員和香港所及的秘書都來關心 竟然希望地住可以交通協調 完環改革環境 我會報告鄉長知道 香港所及的秘書都來 跟地住協調 大家協助看看 看是不是可以 留一條通路 讓我們處理 大家可以方便出入 這條路已經有百多年了 希望地住可以 聽到民眾的心聲 可以自動扭出一個通路出來 也可以端親母輪 比較不會說這個阿婆 我們也要有這條路 沒有這條路 通行百年的既成道路 突然被空起來 和其民無法接受 非常歡樂通行和白水 沒有通定問題 第一次可以扶植到端親母輪 做核出兵 退扭一下 事情就比較容易解決 多中華新聞 大家親身上次 彩虹報道